要是这么算起来啊 这孝庄文皇后就是顺志的妈妈 她未来的婆母娘 她应该啊叫姑奶奶 要是她没嫁进宫围啊 她管顺志叫表叔或者叫表姑父都行 走进古迹讲故事 您好 我是昆仑刘石 自努尔哈赤建州起兵 算起来有清一代296年 一共有皇太后十一位 这里边啊 有皇上的嫡母 也就是老皇上的皇后 还有就是皇上的生母 老皇上一死 母以子贵成了皇太后 整个清帝国最尊贵的女人 那肯定就是皇后了 不过到了后宫当中 最受尊敬的人呢 还得说是皇太后 我们看清宫剧当中啊 皇帝见到太后自称儿臣 在正经的史书当中 可不是这么写的 史书记载皇帝在太后面前称臣 也不是啊 人前人后的 就称呼太后为恶娘 都是直呼尊号 太后 要说这十一位皇太后啊 个个有故事 那么谁是这十一位皇太后当中 最享福最安逸的人呢 有人说呀 那就得算是孝庄文皇后了 哎 不尽然哪 咱们暂且不提 孝庄皇后啊 年纪轻轻就守了寡了 因为关于守寡这问题啊 对皇太后而言不算什么 只有老皇上死了 新皇登基 她才能成为皇太后 您要是不守了寡 她能成为太后吗 孝庄皇太后时期 天下初定 这大清国的朝野上下呀 乱着呢 外边是三分割据 又有闯贼献贼的余孽 还没搅平 朝廷内部呢 全臣重臣 一划了一大把 索尼敖拜 哪个呀 也不是好摆不得 孝庄文皇后 虽然是清帝国最尊贵的女性 但是啊 那注定是一睁眼 就满脑门色官色 解决不完的问题 那有人说 那不是孝庄 那就是慈禧呗 哎 这有权的女人呢 她不一定幸福 孝庆显皇后慈禧 虽然啊 直接间接 影响了大清四代 可是呢 她不但把国家折腾亡了 而且身后啊 留下了一片的骂名 那有哥们就得问了 那说书的你说 这大清国谁才是最安逸 最享福的太后呢 哎 我给您说一位 您看对不对 这就是清世祖的季后 博尔吉奇特 阿拉坦奇奇格 有人说不能吧 这阿拉坦奇奇格 虽然做了七年的皇后 可是在这七年里啊 这皇帝老公压根就不待见他 几次三番的 还想把他废了 二十一岁就守寡 这人生啊 还别说要幸福了 简直就是悲惨 关于这事啊 您还真得听我慢慢说 因为这里头啊 他有故事 阿拉坦奇奇格 是顺治的第二任皇后 第一任皇后啊 也是一位 克尔庆草原的公主 不过呀 让顺治皇帝给废了 被废的皇后啊 是博尔吉奇特 蒙古清 是阿拉坦奇奇格的堂姑 要是这么算起来啊 这孝庄文皇后 就是顺治的妈妈 她未来的婆母娘 她应该啊 叫姑奶奶 要是她没嫁进宫围啊 她管顺治叫表叔 或者叫表姑父 都行 您别乐呀 这皇上家的婚姻呢 就是这德行 他们呀 要的不一定是婚姻 有多幸福 他们要的是皇权的稳固 顺治皇帝废了皇后 总得有个理由吧 于是啊 他向全天下 交代了三条理由 第一呢 选定这孟古清做皇后啊 是瑞亲王 多儿滚的主意 没经过自己同意 这其二呢 顺治说呀 自大婚以后 就和这皇后啊 上不来 顺治皇帝 生活比较简单 算一个简朴的皇帝 这皇后呢 生活是极其奢侈 很多行为 让皇帝看不怪 据顺治自己说呀 在废后以前 这两个人啊 已经分居三年多了 还有一条最重要的 皇帝说皇后啊 不够贤良淑德 不配做皇后 平时在后宫啊 这皇后 看到哪个妃子 长得比自己漂亮啊 她也是生气 看到这皇上啊 偏疼哪个妃子 她还生气 可是她是皇后啊 她手里有 统长六宫的权利啊 于是啊 她就给这些妃子 小鞋穿 有的呀 甚至被她整死了 综上三条啊 这皇帝 才把这位皇后 给废了 其实啊 这顺治皇帝 就是对 这桩政治婚姻的不满 这平戏 刘巧儿 怎么唱的来着 这一回我可要 自己找婆家呀 废了自己 不带进的皇后 是不是这顺治皇帝 就能自己亲自的挑一个 又狗狗又丢丢心仪的皇后呢 嘿嘿 想的美 顺治十年 皇帝废后时间不久 这礼部啊 就给皇帝上书 中宫之位 不宜久须 陛下应尽早策立中宫 以安天下臣民之心 于是啊 这皇上的妈妈 孝庄皇太后 就颁布一旨了 让这个六部朝臣呢 这次选皇后 不要再拘泥于蒙古贵宙了 把网撒大着点 搞一个全国性的海选 于是这朝廷就颁布诏书 在内满洲 官民女子 在外蒙古贝勒以下 大臣以上的女子中 挑选皇后 顺治得到消息以后啊 就想了 哎 这回行了 可算呀 不用再娶一个 大脸盘子的蒙古姑娘了 就在皇上啊 幻想满洲女子的董礼 汉人女子的温柔的时候啊 消息来了 这回选的皇后啊 还是一个蒙古大妞 并且呀 还是博尔吉奇特氏 是皇太后孝庄 亲自拍板定下的 最为尴尬的是啊 还比自己挫了一辈 没办法呀 拗不过妈妈呀 也只好啊 娶进来看坑再说 阿拉坦齐齐格 进宫那会儿啊 才十四岁 那年啊 其实这皇上也不大 虽然这顺治皇帝 已然是二婚了 可是那年 他才十七岁 娶进宫来呀 这皇上才发现 这位皇后 在家里呀 人家肯定都是教育好了 以她倍费的姑母为戒 进得宫来呀 不年不远的 顺治呢 倒也还很喜欢 这位呆门可爱的小皇后 并不像外边传言的 这季后一进宫啊 皇上就不待见她 顺治十二年 这皇后病了 什么病啊 出斗也就是天花啊 依着祖制家法呀 这顺治啊 就躲到了南宫必斗 不能把天花传上给皇帝呀 史料记载 顺治皇帝十分担忧皇后 虽然自己必斗南宫 但是啊 命自己的亲信 大学士索尼 在内庭守护皇后 这索尼啊 是个尽心竭力的大臣 经过这索尼的精心照顾啊 这皇后竟然没用吃药 就痊愈了 从这开始啊 您就能看出来 这上天啊 是眷顾这位皇后的 可是就在这会儿啊 顺治十三年 后宫所有娘娘的噩梦 来了 谁呀 董厄妃 这顺治皇帝 见到董厄妃的第一眼 就觉得这是全天下最好的女人 顺治十三年八月 董厄氏进宫 就被封为贤妃 短短过了一个月 就被晋升为皇贵妃 这就让皇后很尴尬了 因为在董厄妃之前呢 清代是没有皇贵妃这种位号的 这种位号啊 起源于明代 在明以前呢 根本没有 通常啊 是后宫没有皇后 或者呢 是皇后大病 不能主理后宫 皇帝呢 他进封一位准皇后 为皇贵妃 为的就是 让这位贵妃呀 负责后宫所有的事物 不至于后宫无主 可是这会儿不一样啊 算起来呀 这皇后才十五 足蹦着呢 你顺治皇帝 好没样的 册封了一位皇贵妃 什么意思啊 果不其然呢 这没过几天 顺治皇帝呀 又要废后 就在顺治十四年的冬天 嚣张皇太后病倒了 皇贵妃董厄氏啊 忙前忙后 精心的伺候皇太后 直至太后的病情好转 史书上啊 用八个字 记载了当时的董厄妃 朝夕侍奉 废寝忘食 看来呀 这董厄娘娘 在孝道上 也是好的 可是这年轻的皇后啊 不知道吃了什么 眯了眼 在整个太后病重当中啊 她竟然是 没露面 这皇上啊 没份还要下去呢 这下子 可算让她 抄住了把柄 废后 一定得废后 让我最亲亲亲爱的 董厄妃 来做皇后 这回啊 别人还没说不乐意呢 这董厄娘娘啊 先抱大腿来了 董厄妃跪在地上 是苦苦哀求 她跟皇上说呀 为了我 您就废掉皇后 这对皇帝的名声不利 也让我在宫中 无法立足 您要是执意废后啊 我就死去 皇帝一看呢 没办法了 这废后这事啊 只有在哥哥了 这皇后啊 可以暂时不废 但是啊 必须惩罚 下了一道圣旨 卓庭昆宁宫一切中宫建奏 就这么几个字 简单吧 哎 事大了 这中宫建奏啊 就是说每年的节日庆典 比如说元旦冬至啊 皇帝万寿 皇后千秋啊 这些个节日里啊 满朝文武大臣 都要给这皇后写贺表 其实啊 倒是无关痛痒的形式主义 但是呢 这足以证明皇后 至高无上的地位 得 让皇上给停了 这就是告诉大家啊 我这后宫出事了 皇后啊 不招我待劲 迟早还是一个字 废 等到孝庄 预体大安以后啊 一听这事就急了 跟皇上说 这皇后啊 年纪还小 很多礼仪 顾忌不到 有情可原 这太后啊 也没问这皇帝 乐意不乐意 就直接啊 恢复了皇后的 中宫建奏 废后的事啊 也就不提了 您看 在这次事件当中啊 老天爷 又把这最后的一丝语露 洒向了 这年轻的皇后身上 没过两年 到了顺治十七年的时候 董厄妃死了 顺治皇帝 当然是每日思念 闷闷不乐 不到一年的功夫 顺治十八年的七月 顺治皇帝 也驾崩了 终于和他的白月光 董厄是团圆于地下 这个时候 年轻的皇后 二十一岁 好日子算正式到来了 顺治一死 我想这年轻皇后的心里啊 肯定是没底 丈夫虽然对自己不好 可是有她在呢 我就是皇后 天底下最尊贵的女人 她这一死呢 我身边呢 却无端的又多出两位 寂寞生又熟悉的亲人 小皇帝康熙 虽然是继子 但是啊 平时也没怎么见过面 并且啊 人家有妈妈 亲妈还在 您就是想把她拉在身边 进进母子人伦 谁知道她乐意来 不乐意来呢 又谁知道 人家亲妈 愿意不愿意 人家来呢 哎 这就得看命了 这皇后自己 可能都没想到 小皇帝康熙 是自己如同生母 甚至啊 比孝顺自己的亲娘 还孝顺自己这位嫡母 至于那位 和自己平起平坐的 康熙皇帝生母 小康 张皇后还没等着皇后摸清她的脾气好坏呢 她就死了 一缕相魂的 追着自己的王夫去了 我琢磨着 这顺治皇帝 一看她来了 就憋气 你说你不好好活着 做自己的皇太后 跑这干嘛来 这不是故意破坏 我和我的白月光 董岳飞的二人世界吗 真是多余 孝康 张皇后 倒是没耽误时候 趁着孝灵还没完工 和董岳飞顺志一起 这小三口啊 就入住了皇陵 自此 这康熙皇帝 只剩下这嫡母一人了 把所有儿子对母亲的孝道 都用在了 孝慧张皇后 一个人身上 康熙元年八月 康熙皇帝下旨 遵 孝慧皇后为 人献皇太后 其实啊 算起来 这位妈妈 比康熙皇帝 也只不过 才大14岁而已 皇太后 21岁守寡 77岁崩氏 可以说皇帝对太后的孝道 古今无人能比 生活上的 咱们在这儿就不提了 一国的皇太后 吃的喝的玩的用的 那一定是啊 全国最好的 康熙35年 皇帝北巡 太后啊 就命人给皇帝 捎去一件雕球 康熙皇帝 拿到这件衣服的时候 天气还暖和 还穿不上 这太后给送来的衣服 皇帝穿不上身啊 心里非常的着急 于是啊 就给这皇太后写信 说现在啊 天还暖和着呢 等到天凉的时候啊 儿子一定高高兴兴的 天天穿着他 皇太后 七十大寿的时候 这康熙皇帝 已经五十多了 并且啊 还生了病 这脚肿的连鞋都穿不进去 可这皇上啊 每天用圈帕 包住了脚 不穿鞋 也要去寿康宫 给太后请安 太后七十整寿这一天 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皇帝忍着脚痛 在酒席宴间 为太后 跳起了莽式舞 这可是满洲人 在喜寿宴中 最大的礼仪 皇帝不顾自己生着病 还能亲力亲为 足以看出对太后的孝道 不但如此 有亲二百九十年 谁又曾经听说过 后妃回家省亲呢 虽然这官方不承认是省亲 可是这康熙啊 确实带着母亲 回到过妈妈出生的地方 克尔沁大草原 并且重重的封赏了 皇太后的族人 这难道说不算是省亲吗 总之 博尔吉吉特是阿拉坦奇奇格 这位皇后活了77岁 在做皇太后的56年里 享尽了人间的天伦之乐 虽然啊 这开局惨了点 时不时的 有点心理压力什么的 但是 她的人生 却有一个完美的结局 我是您的好朋友 昆仑刘石 喜欢我的频道 您就关注点赞并转发 您的支持 是我能持续更新下去的 唯一动力 今儿天不早了 明天啊 咱们急着说 传奇皇后 董岳飞 您记准了 自要您长按点赞啊 咱们是明天准见 拜拜